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父母也很开明 只要我自己喜欢 一点都不在意男友家清寒 就同意我们的婚事 甚至还给我陪嫁一套房子 妈妈说 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什么都是你的 怎么舍得你受苦呢 结婚后不觉我们的新房也装修好了 通风了半个月之后 我们就住了进去 原以为我们的幸福日子就要开始了 没有想到婆婆就带着小姑也来一起住了进来 婆婆说小姑子马上要带着男友回家 老房子的档次不够 怕以后婆家会看不起他 既然人都来了 我也不好意思赶他们出去 毕竟刚结婚 家和万事兴 只是让我反感的是 婆婆来了之后就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主人 连小姑子都把这当成自己的家 这里翻翻 那里开开 都不问我一声 毫不客气 有时我房间少了东西 我就去问小姑子是不是她又进我房间的时候 我话还没有说完 婆婆就说我小气 不就是进一下你房间吗 至于这样子嘛 因为婆婆是长辈 我也不想跟她吵 这件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更过分的是小姑子带男朋友回来的那天 婆婆直接说这个房子是她儿子和女儿的 小姑子也有一半的产权 真是气死我了 这是我妈送给我的房子 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属于我的婚前财产 就算是为了自己女儿的面子 也不能这么睁眼说瞎话吧 这天晚上的饭桌上婆婆高兴的说 小姑子的婚事定了 但是有一个请求 希望我能答应 我犹豫了一下问她什么要求 你妹妹的男友家也是有钱有房的 咱们不能让她 以后被瞧不起吧 我想让妹妹在这里出嫁 把你的主物借给她当闺房 我听完就怒了 妈 这个我办不到 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新房 还没住到三个月 就要被拿去当闺女的出嫁 我妈要是听到了肯定不乐意 而且是你们家嫁女儿 又不是我妈要嫁女儿 我凭什么要把房子借给你 我话说一晚 老公起身就给了我一巴掌 这一掌直接把我打懵了 我爸妈从小都没舍得这样打我 我老公却为了他妹妹就随手给了我一巴掌 我们这才结婚三个月呀 为了这事我心灰意冷 我好像已经看到将来老公为了他母亲和妹妹会如何对待我了 等机率断 我给娘家打了电话 让爸妈妈赶紧过来 身边又报了警 警察到的时候我脸上的八掌印还清晰可见 警察只见取证 作为日后称堂的证据 老公和婆婆慌了 老公一直向我道歉 说自己是一时情绪没有控制住 婆婆一直劝我 也不要求小姑子从车里出嫁了 希望我能把大事化小 见我没有反应 婆婆直接跪下哭了起来 当时我也心软了 但是我的心已经死了 还好我们还没有孩子 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 早点离婚对谁都好 这一巴掌也是彻底的把我打醒了 这才结婚 婆婆和老公就已经这样了 再这么下去 我就成这个家的保姆了 房子最后都可能会被婆婆算计 这个婚我也是离定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想说呢 冲 멤� 音乐 清楚 跟 sum NFL 整 und 整